师傅有一个同修他就是想问师傅就是庙里那种球签嘛 抽签抽签上上签下签 他说这个他可不可以去球 因为这个好像感觉好像不主张这样 对了这就是不努力不努力法呀 为什么呢很简单 因为他实在不知道如何去处理有一些事情 他就想有一个方法 做梦呀 那扔硬币可以吗 扔硬币真反变 我告诉你你扔硬币扔出来的你做了也会后悔的 因为扔硬币的话还抽签的话全部是靠鬼神的 地府的鬼神 他愿意帮帮你他给你一个灵验 他不愿意帮你他理都不理你 你自己该怎么样就怎么样 弄出来你还以为是以为是他某位菩萨给你的指示呢 你一做做了倒了没了你还怪菩萨呢 真的明白了吗 最好的方法就是做梦呀 托梦啊 跟菩萨求呀 睡觉之前求呀 这是如理如法的呀 然后菩萨给你托梦了 虽然你听不懂你可以问师父呀 你可以自己突然解梦的话 解梦的话是很好的一个方法呀 过去过去连皇上都一个事情搞不定的话 他就是祈求上昌 祈求这个天子 他自己是天子 祈求上昌给他个智慧 然后接下来啪一下子就事情就出来了 那对不对呀 马上就来了 快一下不得了 我举一个小例子 昨天晚上有一件事情 师父跟菩萨一讲 菩萨啪一下子 马上让我动了一个意念 马上就解决了 好了 这就是智慧呀 就怎么样 你们要跟我一样就好了呀 我现在 我现在为什么要救你们了 就是让你们跟我一样 有智慧 一辈子就是 碰到事情就解决 碰到事情就解决 我觉得我们好没智慧 还认硬币 对了 你们就整天还准备认钢瓣吧 天天弄个封闭 就关心不要保佑啊 蹦 扔下来 一看不行 你接下来还会再扔一次 因为你心里不是这么想的 你一定要扔到他跟你心里一样 哦 菩萨同意了 你不是骗自己吗 这种 这种所以脑子坏掉了 脑子坏掉了 谢谢师傅 我觉得有这样的师傅 好 哎呀 好 好 谢谢 你知道就好 因为师傅这么讲你们了 否则哪来 谁谁跟你们讲这些 好了